平川说冷静天天聊魔术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表现 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T2归岛 出生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人族ID 角丸魔兽养猪 没错这就是FQQ打Q圣 开局又是双农民敲击坛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一名红色的兽族 ID的话有点像Sister 但是呢又有多了几个其他的字 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 平川就不太懂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人族这一边说吧的是血法师 确实这张地图的话 血法师和大法师都非常多的一些炼金细节 买个小动物芝麻关门疯狂恋 那这一局FQQ很早就放了一根塔 看来对于对手这一局他还是蛮尊重的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兽族这一边首发的是仙姿 那战争模仿又放下了 不出意外又是仙姿配猎头的一个打法 各种戳戳戳 那接下来看看双方的一个博弈了 按道理的话 兽族配牙签 拿这个打法的话 前期压制力还是比较强的 一不小心人子家里不出兵的话 很容易被干翻 好我们看一下FQQ这边 血法师一出来马上 看一下是练一下这个3322 还是练一下这个商店 看他的点打点的指示应该是练一下这个商店 家里的话这一波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民兵 这一波待遇也不低啊 上来的话先放火烧 然后血法师走一下位置 民兵往前一顶 站好阵型 再放一把火 第二把火会放吗 我们看一下 刚好这两个怪跑的有点近了 好可以放一把火 这一把火放的很不错 那接下来残血的小民兵一丝血 全部拉回家 细节还是非常的不错 上来打了一个加九的公爪 哎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前期的话血法师拿到公爪 后续的话 即使是没有魔法制平A的话 输出也是很高 那据统计 好像血法师是攻击频率非常非常高的 一名远程英雄 好我们看一下兽足这一边 上来没有去抓对方 由于战争魔法放的包 稍微的有点晚 他还是先大忌过渡一下 后面再出猎头 一个装备暗影斗篷 可以隐身白天晚上 接下来的话 受阻开始出猎头了 那仁足 前击的话没有人干扰他 他的链接效率会非常的恐怖 上来 你跟着练三三二二 这一步练的话 稍微的有点乱 阵型没有卡住 其实还是这个血法师比较的抠 不太想放这个猎猎风暴 受阻 练得比较的谨慎 练了两个小点 终于是到了二级 打个装备 打了一个敏捷加三 这装备要是给剑胜 倒是更合适一点 好仁足 第三个点继续敲民兵 练一下这个411 那血法师拿完装备之后 就可以卡位练击了 这一局FQ的民兵 基本就没有停过 七个 三个 然后这里又四个 这里看看 整了一个敏捷加三 也是一个敏捷加三 好血法师三个点练完 直接到三级 速度非常快 三分钟三级 这里先知的话才刚大 先知这个打法非常非常的保守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哎呦FQQ美中部组是商店没有及时的灶 那现在加班加点 哇 N个小牛鸣一起灶 慢聊一天 加九的公爪 那这里的话要买个小动物了 好两个小动物安排好 接下来又要开始疯狂的练几了 这里边兽足满地图抓 没有抓到对方 那自己顺便练一下这个3322 家里的话猎头一直在出 科技的话兽足还是比较的快 前期猎头出的不是很多 而且主身科技 薛法师这里的话 把这个敏捷加三的鞋卖掉 刚好空出一个格子出来 它是要开始练了 人足家里二本刚开始生 那兽足的话二本马上生好 好薛法师过来一看 小动物一放 芝麻关门关上 这边是一个小青蛙 好A一下 小动物拉过来 按一下H 那这样的话小动物就不会动了 你不按H的话 他一直都按S都没用啊 好看一下 二级的烈焰风暴一烧 先把这两个远程的绿皮解决一下 抽抽篮 补充一下能量 接下来再放一把火 慢慢就练掉了 我们看一下兽足 练完3322开始练这个商店了 兽足这一名玩家没有什么进攻性 前击的话只管自己发育 他觉得打到后期猎头数量有点多 正面不至于打不过 好看一下 这里放的是第三把火了 上来七级黑方子解决 哇这一波练得非常的爽啊 打了个大法师的辉煌光环 哇这个装备要不要卖啊 这卖掉的话有点舍不得 不卖对方可能又知道你练了这个点 那这里练完之后立马敲四个小民兵过来 依然还是FK这个习惯的节奏 好还是卖掉 谨慎一点 是把它卖掉 然后开始去骚扰了嘛 我们看一身上还有一个小动物 还可以继续卡尾 肉组练完商店 要高一天 大忌的话前期扛了很多伤害啊 缺法师第二个点应该是练这个海龟了 小动物一放继续关门开门 前期没有人骚扰 缺法师这个练击效率高到离谱啊 马上又到四级了 野贵打醒 只把关门关上 这里又是卡的非常的优秀 放火一烧 其他的小鱼人烧的真的是非常惨 七级海龟稍微坚挺一点 这里受阻二发了一个老牛 一进能生的是光环 这个时候先知要不要去骚扰一下 单恋一下老牛提高一下等级 这里的话缺法师再放一把火 家里我们看一下二本生蚝 家里疯狂的补塔 这感觉二本之后 对方的话应该 应该是把闷头发音 无论是英雄等级还是兵力补充 数量都是上了一个档次 所以这个时候家里的话防守就必须做好一点 这里快七级海龟倒下 看看哇蓝牌好东西啊 蓝牌缺法师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装备 另外一边看一下 佩克派了一个小中民去侦查 兽足的话 突然发现对方来加了一个 我没搞你 你居然来搞我 科技看一下 兽足接下来二本之后 兽人加上萨满 狼奇或者是科多 都很不错 薛法师这一局无人干扰 这个炼击效率是真的高 高到离谱 这一波奔放了啊 发现对方一直不来搞自己 这里直接冥兵敲销 练一个744分框也已经开好了 那这边744一练 这里看能打了个什么好的装备啊 有可能是一个大雪大蓝 大蓝就更好了 配合这个蓝牌 后面续航能力啊 无限续航 收足的话 终于要过这边半场了吗 还在练级还在练级 现在已经四级了 老牛这边刚到二级 没有去骚扰 薛法师他把这个七级海龟解决一下 这里打了个什么好装备啊 看看 哎呀 打雪 大蓝就好 打雪的话 对于薛法师来说 还是差那么点意思 本身好 将近8分钟 FKO一个兵还没有造 这里赶紧造一个神秘圣殿 后面的话 现在先过渡一下买个隐身 去骚扰一波 大雪直接卖掉 然后回来的时候 女巫刚好隐身也升好 可以无限骚扰 然后这几分框开好 顺便可以升个300 后面出点19 直接解决战斗 这里兽组 哎呦 还提前升好了城防 练风暴一放 哎 小苦功能反应过来吗 这边反应过来了 稍微的有点慢 烧死了三个 两个逃生 烧死了三个 兽组在旁边练 老牛现在二级一大半 马上要练到三级了 先知的话 刚才打了一个智力加6 还是很不错 那薛法师身上 没有什么蓝啊 蓝量不是很多 那最好是等对方英雄回来 稍微可以抽点蓝 这里平安一下 薛法师毕竟有家族公主 平安的输出还是蛮高 这里打完这个地洞 马上马上要升级了 哎 狼过来 看看一把火能不能烧一烧 好 还是单船 单船撤退 安全一点 这边 家里的话 三本 确实升三本 这个具备安尔平川的想法一致 对于FKQ来说 前期没有骚扰 他血法师可以快速到5级 5级之后就无限骚扰对方 那对方再想骚扰就很难了 这个时候 血法师拖点时间 三本事就一出来 那对方直接就叽叽 好 这一波受阻过来 终于是发现了 FKQ都很无奈 说哇 你现在他发现吗 打了一个点 那这个时候 看看血法师要整活了没有 血法师的话 家里男巫 女巫还没有出好啊 有点慢 那还得去买个无敌 但是没有买隐身 收阻过来的话 终于把这个喷环给发现了 好 拆一波 那血法师 着急会放火了 也许放火 受阻家里的话 开始针对对方的血法师了 疯狂的插眼睛 好 这里平A一下 把这个 无一解决 血法师马上到五 五级之后有三级烈焰风暴 三级烈焰风比较二级来 是差的多了 好 上来 三级烈焰风暴一伤 听说你影响造塔 这三个地动马上都要跪了 不要说这两个塔 接下来受阻 还是硬拆 先把对方的灯框拆掉再说 派先知提前过来守一波 这里放又放一把火 血法师说 哎呦 谢谢大哥送点魔法指 这里两个地动又一拆 这是苦工 一大波苦工 放火吗 还是先抽一下萨满 萨满再一抽 血法师再放一把火 这些小苦工都没有地方钻了 一身血 接下来血法师再过来骚扰 怎么办 现在收阻很郁闷 完全限制不了对方 家里的话 已经卡人口了 想出狼机也出不了 血法师无限单纯 你暂时还没有能留他 除非老牛回来踩他一脚 好 血法师我们看一下 十分钟五级半 这十分钟差点就六级了 这一级对于FK给我来说 这个节奏完美 好 前期的话 积累了1700块钱 三十九龙 报十九了 家里男巫女巫都有 先补一下魔法池 然后女巫引更深 血法师可以继续去骚扰 对方派了两个狼过来 直接驱散一下吧 直接驱散掉 先知这里就不敢走了 兽足的话被骚扰的够呛 家里的话 插两个眼睛 这不能再走啊 再走的话家里是真没了 刚才的话地洞塔还都被拆 那看来这一名兽足啊 对于FK给我中文打法 见的不是很多 造塔的时候已经晚了 兽足偷偷的自己开了一个分框 咦 这个小动物是为FK给我打 过来侦查了一下 好 血法师隐身 但是这里有眼睛 有眼睛发现了 FK给我一看 哇 打得这么的保守吗 竟然守在家里不走了 这个时候FK给我啊 又开始放火了 呜呦 一波大火一放 这个时候老牛想围杀了 萨满进化一下 好 直接围杀 哎 没有围住 没有围住 萨满 要不要进化 贴个加速 想去追 想去追 血法师有斜啊 跑得也快 手足没有狼藉 哇 眼睁睁的对于 看着对方从自己的包围权撤退 黑难受 黑难受 家里继续补这个地洞 地洞补好之后 分框的话 他这个分框的农民 也可以再补一点 现在 手足有个大的问题啊 这个木头 非常非常的缺 缺木头 好 两头狼继续侦查 就把FK给我再开一片分框出来 对于FK给我来说 现在 没有必要开了 这个狮就 马上爆出来 一波就可以把对方给带走 血法师继续继续引申 过去骚扰一下 手足已经成为了 惊弓之鸟 他都不敢离开家了 FK给我呢 也没有想到 对方这个时候 还能开出一片分框出来 好 二发了一个熊猫 那现在的话 血法师去骚扰 然后熊猫单独练 练到三级 就可以正面去进攻一下了 手足狼过来侦查一下 血法师又过来了 刚才的话 单传过来 直接放火 这边这边 老牛老牛 老牛想来追杀哈 血法师再放一把火 老牛一脚踩 哇 没踩着 FK给我细节很不错 血法师直接到了六级 六级的话 再抽一下老牛 老牛还能踩出来吗 好 交一个回程 这一波FK给我玩的秀啊 堵在家里我进不来 那我放个小动物来 然后单传过来 直接绕过你 照样来放火 真的是防不胜防 这套路 好 一眨眼间 熊猫的话已经升到了快二级半了 那这里练完直接到三 三级之后有二级火 那接下来打正面的话 FK给我也不虚了 手足现在完全没有游戏铁啊 不敢走了 前级的话 闷头练级 后来才后悔啊 本不回不该啊 自己闷头练 你闷头练 这个等级还没对方高 还是得前级的话 给FK给我给点压力才行 好 无疑过来侦查一下 发现对方失救都出来了 这 手足应该会破防了吧 这没法打的呀 熊猫这里整了一个一人面罩 好 两头狼过来这里看一下 发现对方有失救 手足不想挣扎 直接打出了激进 我们恭喜FK给我 这一局的话 FK给我9分钟血法5级 手足闷头练 闷头练才勉强练到三四级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